以赫锦丽的首场辩论会 全面有多达六千七百万人收看 两人都声称自己表现得更好 但美美一面倒认为赫锦丽胜出 有评论家指出两人开场时的互动 其实已经为整场辩论定下基调 贺锦丽一上台就主动越过 大半个舞台走向川普 自我介绍并握手建立起主导地位 扭证川普一向对女性抱持高姿态的局势 就连川普的共和党盟友金主与顾问都认为 川普搞砸了辩论 他主动跳进贺锦丽设下的陷阱 偏离主题错失谈论关键政策的良机 前FBI高级策写师说 川普与贺锦丽的肢体语言大战 从开场就开始了 反观川普在被攻击时紧闭嘴巴张大双眼 虽然川普在辩论会的情绪转变 被肢体语言与脸部表情出卖 不过他最近收到了好消息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的远房亲戚 在社群平台X公开一张大合照 照片中的八个人都穿上写着 内部拉斯加华兹家族支持川普字样的上衣 展现出不挺自家人 配合要投川普的决心 华世新闻卢又竹编译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